早上好啊各位 我们终于起来了 我们本来打算9点钟是吧 去爬山 一觉睡到11点 准备出门吧 准备出门吧 我们来到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吃汉堡的地方 我尝试了这个 我抹的是那个hargis 就是那个羊杂的那个酱 尝一尝什么滋味 真的好吃 没有 没有一个酱的味道 我觉得就是这个 我就觉得这个羊杂的那个酱 这里是一个卖哈里波特的周边的地方 苏格兰很有名的就是 JK罗林哈里波特作者 在这个地方写的这本书 所以有好多好多这样 卖法杖的 所以Elaiza你可以给我们指认出来 你认识的法杖吗 我只认识的 我只会说一句咒语 漂浮咒语 越来越多 对 经过了漫长的等待 我们终于奔向了去城堡的路上 给大家看一个比较好玩的东西 这就是一个拉丁名言 在爱丁堡城堡的最上面这个地方写了一行字 就是刚才那个 只要说要欺负我的人 是不可能不付出代价的 可能是估计给英格兰写的 伴我苏格兰者虽远 如果你有机会去爱丁堡旅行 我一定会推荐爱丁堡城堡 位于市中心的一座丝火山之上 曾是苏格兰的政治文化中心 皇室的主要住所 还有军事要塞 现在呢便是爱丁堡最热门的景点之一 尽管经历过长期围城战争的 城堡里最古老的建筑呢 依然可以追溯到十二世纪 在这里你不仅可以看到古老的城堡建筑 也可以参观到苏格兰最重要的国家珍宝 更是一个看苏格兰城市全景的好去处 真的非常漂亮 上去撩野 上去撩野 你看这个马 你看这个马 又大 你使个沙臂嘛 像那个什么 思大林 这个路的感觉贼好 蓝天截图当封面吧 蓝天大马 我还没找 每次其实我最烦的就是做完视频就找 寻找那个寻找不到一个吸粉的 这个感觉挺好的 感觉如何 这已经是我们在爱丁堡的最后一站了 一会去车站 然后我们去下一个城市叫格拉斯哥 这个东西怎么搞 由于一些技术上的问题 没有赶上 不是没有赶上 没有火车晚点了 于是我们 这还能想吗 这还能想吗 好 你看 气宇宫 也是我现在中复上 我拥抱着你的手怎么睡得着 你的身影怎么紧我却抱不到 你也没人跟我说的爱 你也从我存在 你也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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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在 你不在 我身上 到达了格拉斯哥 看一下格拉斯哥的车站 并没有什么可看的 天再黑一点一会就拍不清了 我们走了半个小时了 可能去找我们要住的房子 还没有找到 而且已经到了很偏僻的地方 走了40分钟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一个荒郊野岭 就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这样的一些地方 这是我们幻想中 我们今晚能住到的房子 一会儿看一看我们现实 到底能住到什么样的房子 我们的队长说 住到这样的房子 今天的这些怨言 在肚子里中就吞下去了 就不抱怨了 我们真是 好像真是 但如果不是 我们就要哭了 但是房东要是不让我们住 因为我们来得已经太晚了 我们就更惨了 终于到了 终于到了 给大家看一看我们 Airbnb的房子 先看这个最好的房间 可以拍一下吗 还有电视呢 好热啊 开一看以后都看不懂 我们就在开暖气呢 对啊 暖气他们这开的好足 之后再看看 这边有一个小房间 可以拍一下吗 什么的 太烦了 太烦了 我先出来 我看到这边 这里有个电视 之后就是我和我的老哥 这个小房间 这里还有一个厨房 总体来说今天还是非常波折的 非常的 还是能晚上能住到这个地方 还是挺 已经很 比较走运了 我觉得住的地方 起码还挺温馨 刚才那个房子的主人 对我们也很热心 给我们讲很多 要注意的地方 什么的都 对我们挺好的 还让我们的心暖了一点 今天我们坐公交车的时候 我们听不懂那个司机说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 他说的英语很奇怪 导致我们没有理解他什么意思 我们就没能坐成公交车 走了将近一个小时 可能从市中心 走到我们要住的地方 哎呀 而且从市中心走到这边的时候 就越走越荒凉 就像从城市里慢慢过渡到郊区 再到村里的那种感觉 走得我们非常的心慌 还好最后看到了一所最漂亮的 就一路上看到的最好的一个房子 正好是我们要住的地方 总之今天还是蛮坎坷的 希望明天一切都顺利吧 今天的我老个爷就拍到这儿了 那我们明天见 不一定明天见 下期见